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鸡蛋有很丰富的营养 还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无基盐等 很多朋友都爱吃 更甚至一天一个或几个 做法也是有千万种 但是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还没出锅,光看就饿了 快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鸡蛋我们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准备一把小香葱 从中间对半切开 然后切成葱碎 尽量切得稍微碎一些 这样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我们选择小葱的时候 可以尽量选择稍微小一点细一点的 这类葱往往都会比较香一些 装入小碟中备用 先放在一盘 现在准备一个盘子 加入40毫升生抽 半勺芝麻香油 半勺食用油 一小勺盐 搅拌均匀 把盐搅拌融化 现在将60毫升清水 把切好的小香葱也加进来 继续搅拌融合 然后沿着碗边 把鸡蛋把鸡蛋一个个的加进来 现在锅中烧一千毫升清水 放上一个针架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 把鸡蛋放在针架上 盖上盖子 鸡蛋已经在开始慢慢成型了 这是七八分钟时候的样子 喜欢吃嫩一点的朋友 其实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但是我还是喜欢老一点的 所以我选择多煮一会儿 又过了六分钟 现在可以取出来了 喜欢吃香一点的朋友 可以像我一样 撒上一些炒熟的黑芝麻 来增加它的香气 这样一款好吃的酱油 蒸全蛋就做好了 别人蒸蛋都是打散了蒸 但是吃时间长了就觉得好腻 今天这款蒸全蛋 不仅增添了香味 而且吃起来就像吃全蛋的那样美味 怎么都吃不腻 喜欢吃老一点就多蒸一会儿 喜欢吃嫩一点 几八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我家孩子自从这样吃了之后 就再也不吃蒸散蛋了 真的非常好吃 而且做法特别简单 食材也非常的营养 想要推荐给大家 喜欢吃鸡蛋的 赶快收藏起来吧 真的很好吃 然后记得关注我哦 每天持续分享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见